欢迎来到我们人一期的本媒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 欢迎来到美国公司法律是讲专注创业公司的必备法律秩序 我是刘小孝 之前呢我们用15期的时间介绍了公司从设立到融资的全过程 公司长大了是时候该考虑退出了 上市和并购是公司常见的两种退出方式 有的人说IPO像是孩子考大学 而公司并购像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卖儿卖女 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上市和并购的区别 首先呢从时间上来对比 你可能会看到有的说法说是上市只需要6到9个月 但是呢其实这个仅仅是审批的时间 真正浪费时间呢是你准备的时间 如果从你开始准备公司IPO那天开始算 一直到公司真正上市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要一两年甚至是两三年的时间 这一点呢在美股A股和港股都是差不多的 而并购业务呢基本上就是4到6周完成交易 当然也有7天交割5天交割和3天交割的说法 特别拖拉的并购呢也可能会拖到3到5个月 不过呢这个都是非常罕见的 总的来说并购还是时间非常短的 接下来呢我们对比一下收费 上市的话呢律师费就要两三百万人民币 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也要差不多30到60万美元 而且注意这里仅仅说的是律师费 还不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和承销商的费用 而对于并购来说呢总的费用加起来可能连上市的一个零头都不到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指的风险性 上市是风险性极高的项目成败再次一波 你不可能冲完了美股再去冲A股 冲完了A股再去冲港股 就像是说高考我一定要考北大考清华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考不上的话只能第二年复读 比如说三只松鼠2017 2018和2019三次冲击创业版 最终才终于在2019年6月成功上市 相比之下微博2019年上市失败 不仅自己决不振而且还被业界认定为是烧钱时代的结束 所以说呢上市是风险性极高的事情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一旦失败公司就会元气大伤 甚至还不如公司没有尝试上市之前 相比之下呢并购就会简单很多 并购更像是在找一份工作 你并不一定需要是高材生 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而且呢找工作的话你可以同时申请很多家公司 并不像是上市 你只能在同一时间专注一家股市 虽然说并购也存在一个独家期 但是这个独家期相对较短 而且如果是一家谈不头的话 那么你可以马上去谈另外一家 下面呢我们再从效果上来对比一下 有的人说IPO像是孩子考大学 而并购就像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卖儿卖女 这个说法其实有点极端 IPO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但是呢公司并购却是非常个性化的 并购有很多类型 像是那种过不下去了卖儿卖女式的并购呢 应该说是资产收购 而且是资产收购中比较差的 卖破烂式的低价收购 如果像是Facebook收购Instagram这样的收购 我相信并没有任何人会认为 这是Instagram日子过不下去了 要卖儿卖女 另外一方面虽然说IPO像是孩子考大学 可是孩子考上大学了 往往你就管不了了 孩子从小县城考上大城市的大学 那叫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亲爹娘 往往在IPO之后 原来只能带动小团队创业者 就会被更加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代替 最后呢我们来对比一下稳定性 上市之后并不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 就像是你在世界顶尖的名校读书 定能拿到毕业证 如果不努力 在激烈的竞争下也会被淘汰 上市公司有1美元退市的强制规定 你会发现每年退市的公司 比上市的公司还要多 而相比之下 并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并购完了就是自己人了 当然现在也会有一些大公司 把并过来的小公司 作为一个单独的子公司 观察他们几年的业绩 如果不行的话 也会把它们剥离掉 但是这毕竟不是强制的 一起共事了几年 总归还会讲个情练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也都听出来了 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 创业公司将并购 作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我们的华人创业者 往往比较迷信上市 动不动就要去纳斯达克 而且在国内来投资的时候 往往标批的对付协议 就是5年上市 但是你要知道 上市是高收益 但是同样是高风险高成本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说 即便你有上市的梦想 还是不要把并购 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备选方案 这里是美国公司的R10奖 专注创业公司的 毕毕法律知识 我是刘小孝 我们下期再见